一片綠油油的翠綠景色 就位在國道3號竹山交流道附近 一旁還有溪流經過 看起來環境非常好 這裡是位在南投竹山的 東普那西木基寮生態園區 這邊都是本土種 然後我們都有種的這一些 所以我們這裡本來就是 要做一個環境教育的園區 樹苗的話我們都是零物局 就是無償供應給我們 那我們從小樹苗就過來種的話 它的育苗的狀況會比 找那個沉木來種更好 可別小看步道旁的小樹木 他們肩負了一個重要的任務 少林的減碳排行法 就是第一名就是我們的香濕樹 然後我們種的部分就是 這個蜂香 蟑樹 光蠟樹 這個都是排名在前面的 沒錯 就是要利用這些植物 打造成高庫碳場域 還有民間團體來幫忙計算碳會 對 這個地區樹蒜 原生種的樹還有 可以保持碳會的樹有很多 那我們就開始就幫 四合舉做了一個 這種固碳量的調查 我們的胸鏡池量胸鏡 另外呢就用測距儀量樹膏 那這樣子它有一個自私的換算 不過原本是製水防洪的水利鼠 現在是斜槓變成了中暑專家 過去兩年已經造林超過300公頃 主要的目的 是因為河堤要具備防洪 防洋塵或涵氧水源 不過為了要知道 怎麼讓植物固碳 完全又是一個新的領域 那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要原生樹種 那另外就是說 它是屬於固碳量比較高的 以往我們在水利工程 我們著重一個安全 那現在我們包括水利鼠都有推動 我們包括工程要減碳 所以我們在工程在設計上 也包括用綠色材料 就地取材的方式 水利鼠預估30年投入360萬元 除以總碳權預估值 每頓成本約3570億元 但現在歐盟每頓碳權才3500元 幾乎不可能賣碳權來賺錢 那為何還要做 在種樹的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落實政府的減碳的目標 而且我們透過原生樹種 各種的種植也可以引進 更快的來建立這個生態系 用種的不符成本的話 有不少企業選擇 用另一種方式來擠出碳權 我們來到位在桃園的顯示器材料大廠 裡面有著換取碳權的利器 就是我們的廢熱鍋 就是這個主體 銀色的設備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這個鍋爐可以回收廢熱 轉化成蒸氣 再提供產線使用 這一次回收設備 我們一年有拿到大概 1500噸的減碳額度 相當於每一年有四座大安森林公園的 碳吸附量 我們自己的使用量 大概是少了將近25% 大概四分之一 可是如果我們換算成一般家庭的話 大概可以節省 4000個家庭使用的量 選下來的碳排放 一年就可以向環境部 申請超過1500噸的碳權 比水利鼠造林30年還要多 雖然斥資6000萬元來改善製程 但長遠來看是必要的投資 節能減碳我們要先做到 再去談去買碳權 因為買碳權畢竟 說實話還有人在講說 你買碳權就是漂綠 其實我們也不希望這樣子 我們要實質做到 不只一般企業透過節能的方式擠出碳權 像是碳排大戶中鋼 早就使用碳補級技術做好準備 到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那邊有我們的高爐 我們進入中鋼位於小港的廠區 映入眼簾的是亮眼的黃色高壓鋼筒 這是全台第一座鋼化聯產實驗場 崭新的實驗場域對照一旁老舊的煉鋼場 是走向淨鋼的新氣機 以氫帶碳來還原鐵礦 第二個就是二氧化碳的捕捉再利用 第三個就是二氧化碳捕捉封存 那您提到這個鋼化聯產 它就是二氧化碳捕捉再利用 一年可以有4900噸的減碳量 花大把金錢和吸力把二氧化碳捕捉下來 就是因為在不減產的情況下 就算節能或是能源轉型做得再好 中鋼也難以降低碳排量 透過和工研院研發的技術 有機會在淨鋼碳排中扭轉這樣的劣勢 依據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企業或政府可以透過節能或固碳換取碳權 不過環境部從2010年推動到2023年9月 只有93件註冊 通過層層關卡真正核發的碳權只有30件 共2437萬噸 其實全世界這種碳權機制遇到的挑戰都是 因為它發的是一種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說它的整個過程是嚴謹的 耗時耗工都是比較久的 所以說它的我們講說申請成本 或產生碳權的成本其實相度比較高 現在全世界都在往簡化成去降低成本的方向去邁進 那台灣現在也正在往這一塊去努力 試圖要去克服這個問題 目前通過的專案全是透過改用濾電 設備升級等方式減少碳排 進而兌換碳權 減碳的方法雖然多 但換到碳權的案例相對少 這代表台灣要擠出碳權依舊困難重重 也成為企業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 等下 超級減少碳而立即熊 我再一次就用了 真的最終是它的要求 也在陰莊 揹乾燥